小朋友,我們上課囉! 各位同學大家早安 我是商話國小黃老師 今天我們要來學習的是 四年級等值分數單元 等值分數到底包含哪些課程內容? 大家看到了嗎? 包含了認識等值分數 而且,在給定一個分數的情況下 我們還要找出和這個分數相同大小的等值分數喔 另外,我們也利用等值分數的觀念 來進行簡單易分母分數的比較 最後,我們還會利用等值分數的觀念 來學習怎麼把分數和小數進行互換 昨天的課程 看清楚的地方 也歡迎你再到網站上面 去把之前的課程內容 好好的再做一個複習 今天,我們就要開始 進行簡單易分母分數的比較 我們來看看這個題目 八分之三和八分之五 小朋友會說 哇,好簡單喔 一看就知道說 八分之三一定比八分之五還要小 可是,你是怎麼知道的呢? 小朋友有沒有發現 這兩個分數,他們有什麼相同的地方? 沒錯喔 你看,他們的分母都是等於八 那我們知道,在一個分數裡面 分母代表的就是說 把一個一全部當作一 把它分成八等份 其中的一個等份 就叫做八分之一 我們就用這一個一 這一個圓 來代表一個圓 一個圓分成八等份 那麼,就是把這一個圓 分成相同大小的八份 其中,每一份 就叫做八分之一個圓 那,八分之三代表的就是 有三個,三片,八分之一個圓 同樣的,八分之五 就是代表有五片,八分之一個圓 那,從這樣子的一個圖形 小朋友們就可以發現 八分之三個圓 這裡就是有三片,八分之一圓 八分之五個圓 就是有五片,八分之一圓 那,當然,三片很明顯 它比五片來得要少 那,因為它的每一片 兩邊每一片都一樣大 都代表八分之一個圓 所以,這裡,八分之三個圓有三片 八分之五個圓有五片 很明顯的,三小於五 我們就說,八分之三比八分之五還要小 那,在這個題目裡面 小朋友應該知道哦 他們這兩個分數都是分母相同 所以,在同分母分數的比較大小 對小朋友們來講 應該是非常的簡單 我們再來看一個題目哦 四分之三和四分之二 哪一個分數比較大呢 小朋友會說 哇,老師,你太小看我了吧 這不是很明顯嗎 這兩個分數,他們的分母都相同 分母相同的情況下 四分之三就代表有三個四分之一 四分之二就代表有兩個四分之一 那三個比兩個還要大 答案不就是四分之三大於四分之二嗎 咦,小朋友很厲害哦 我們再來看第三個題目 那十二分之七和十二分之十呢 這兩個分數哪一個比較大 換你來說說看 老師,你太小看我了吧 十二分之七不就是有七個十二分之一嗎 那十二分之十就是代表有十個十二分之一 有七個十二分之一就是十二分之一的七倍 十個十二分之一就是十二分之一的十倍 那七倍當然是比十倍來得要小哦 所以,這個題目來看的話 當然就是十二分之七比十二分之十還要小 咦,那到目前為止我們看了三個題目 小朋友,你可不可以說說看 當兩個分數他們的分母相同的時候 我們怎麼來比較他們的大小呢? 是的,就像你現在所想的 兩個分數如果它的分母都是一樣大 那就表示他們所分成的分數都是分成一樣多份 那麼要比較它的大小 只需要看分子就可以了 分子越大就表示這一個分數 它實際上的值就越大 分子越小 它實際上整個分數所代表的值就會比較小 也就是說,當兩個分數他們的分母相同的時候 我們就只要來比較分子的大小就可以了 接下來,這裡有四個題目 輪到小朋友來做做看囉 給小朋友一分鐘的時間 我們來好好的思考一下 小朋友可以拿出你的紙和筆 我們可以在紙上面把題目抄寫下來 好好的想一想 在這四個題目裡面 每個題目都有兩個分數 這兩個分數有什麼相同的地方 我們又要怎麼比較他們的大小啊? 好好想一想喔! 寫好了沒? 寫好了我們就一起來說說看 小朋友們不但要學會把答案給寫出來 同時也要學會怎麼樣把你的想法告訴老師 告訴同學 我們來看第一個題目 二十分之十五和二十分之十三 這兩個分數 什麼地方一樣啊? 答對了! 他們的分母都是二十 也就是表示他們都是把全部當作一的情況下 分成二十等份 老師弄一下我們的千字筆 都是分成二十等份的情況下 然後二十分之十五就代表有十五個二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十三代表有十三個二十分之一 所以這兩個分數他們的分母相同 我們只要比較他們的分子就可以 十五比十三大 所以這個題目當然就是 二十分之十五大於二十分之十三 第二個題目 二十四分之二十和二十四分之二十三 是兩個分數分母相同 所以我們只需要比較分子的大小 二十比二十三來得要小 所以這個題目我們就是說 二十四分之二十小於二十四分之二十三 同樣的三十二分之二十七和三十二分之三十 分母相同的情況下 我們只需要比較分子兩個整數的大小 二十七小於三十 所以三十二分之二十七 當然比三十二分之三十來得要小 最後一個題目 十八分之十五和十八分之十三 他們的分母都相同 所以我們只要比比看 哪一個的分子比較大 十五大於十三 所以十八分之十五 當然就比十八分之十三要大喔 小朋友都答對了嗎 四分之三和八分之三 欸這兩個分數 雖然他們的分母不一樣 可是他們的分子都相同耶 老師不是說 在前面的舉例 當兩個分數的分母一樣的時候 我們只要比較分子的大小 分子越大 就代表那個分數比較大 那麼現在的這個題目 它剛好是相反的 分子一樣的情況下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 單靠分母的比較 就來判斷這兩個分數的大小呢 我們來從圖形上 他們都是要拿走三份 可是小朋友有沒有發現 拿走三份的情況下 原本的四分之三 它所分成的分數比較少 可是呢 它的每一份卻是比較大 八分之三張 因為它分成了八份 它的每一份其實是相對的變得比較小 所以在分子相同的情況下 都拿走三份 但是四分之三張拿走的 反而是三份的四分之一張 它拿走三個四分之一 那八分之三 拿走的是三個八分之一 它拿走的每一份都比較大 它拿走的每一份相對的比較小 所以反而是分母比較小的 它整個分數的值是比較大 從圖形上 我們確實也驗證了 四分之三 比八分之三 來得要大 除了這個方法 我們可不可以利用 昨天等值分數的觀念來 進行解答呢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另外的解答方式 四分之三 和八分之三 這兩個分數 我們來比較它的大小 在昨天的等值分數 我們說我們可以透過分子分母 同乘以一個數的情況下 去找到這個數的等值分數 那現在我們要比較的是 四分之三 和八分之三 小朋友 你有沒有想到 把哪一個分數 來進行變身 會比較方便呢 我答對了 四分之三 跟八分之三 它們呢 其實分母 就是變成了兩倍 從四到八 變成了兩倍 變成了兩倍 是代表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原本分成四分 現在要分的越多分 分成了八分 那你要把四分之三 變成分母是八 就是要去尋找四分之三 的等值分數 從四到八 變成了兩倍 那你分母變成了兩倍 別忘了你的分子 也要跟著變成了兩倍 也就是說 原本的四分之三 當你的分子分母 都變成了兩倍之後 它們就變成了八分之六 也就是說 原本的四分 現在變成了八小分 那圖形 著色的部分 它的大小 是沒有改變的喔 那這裡是八分之三的部分 那當這兩個分數 它們的每一分數 都變成一樣大小 都是八分之一 我們就可以看看 它的分子 哪一個分子比較大 就代表 這個分數 它實際上的值 會比較大 那就變成是 八分之六 和八分之三 再做比較 當然 我們可以從分子 比較大的 就可以得到 它的分數 是比較大的 那八分之六 它原來的分數 就是四分之三 所以 四分之三 比八分之三 來的要大 這就是透過 尋找等值分數的方法 把分子 分母 同乘以一個數 然後呢 讓這兩個數 它的這個 分母 都變成一樣 那這樣子 這兩個數 它們的分母 一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透過分子的大小 來比較這兩個分數的大小 我們再來多看幾個題目 這樣子觀念會越來越清楚 四分之三 和十二分之十 哇 這一次更難了 但分母不一樣 連分子都不一樣 這兩個分數 到底誰比較大 在剛剛的範例中 我們學會了去尋找 等值分數 把兩個分數 變成分母相同 就可以單純的來比較 它們分子的大小 四分之三 和十二分之十 咦 第一個分數 分母是四 表示 如果我們用紙張來做舉例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這張紙 分成四份 那十二分之十 其實就是把同樣的紙張 分得更多等份 那從這兩個來看的話呢 一個分成了四份 一個分成了十二份 分母 從 四 跟這一個分母是十二 我們要來比較看看 所以最好的方法 是不是 直接來尋找 四分之三 的等值分數 那四分之三的等值分數 一定很多 既然我們是要和十二分之十 來進行比較 那就是想辦法 把四分之三 也變成分母為十二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分母要變成十二 就是要變成了三倍 那分母變成了三倍 別忘了 我們的分子 就要跟著 變成三倍 所以四分之三 它的等值分數 就是十二分之九 當我們找出十二分之九之後 其實和十二分之十 就很容易進行比較了 十二分之九 每一份都叫做十二分之一 總共有九份 那十二分之十 每一份一樣是十二分之一張 總共有十份 這時候分母都相同 我們就可以直接來比較分子 分子越大 它的值就越大 上到這邊 小朋友對於兩個分母不同的分數 知道怎麼比較他們的大小了嗎 然後你有沒有想到 為什麼昨天我們先要教會大家 學會去尋找等值分數 當我們知道 怎麼樣去尋找一個分數的等值分數 就可以把兩個原本 分母不一樣的分數 透過其中一個 把它變成為 和另外一個分數的分母相同 那在分母相同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來比較分子 就會變得非常的方便 小朋友 起來深深懶腰 我們接下來 要來 多看幾個應用問題 開始囉 兩張一樣大的紙 其中一張的四分之三 塗上藍色 另外一張的八分之五 塗上紅色 要問問看 藍色部分 和紅色部分的面積 哪一個比較大 我們把這段文字 拆解成好幾個句子來 理解看看 兩張一樣大的紙 很重要喔 如果兩張紙張不一樣大 其實要去比較他們的大小 也會變得很不容易 兩張一樣大的紙 其中的一張 把他的四分之三 塗上藍色 什麼叫做把他的四分之三 塗上藍色 四分之三 從分母知道 他要變成幾等份 四分之三 從分母我們知道 他要變成 四等份 四分之三 那四分之三 塗上藍色 就是變成四等份 每一份 叫做四分之一張 然後有三份 要變成藍色 另外一張的八分之五 看到八分之五 你就知道說 要把這張紙張 變成幾等份 變成相同的八等份 然後呢 分子是五 就代表變成八等份之後 要取其中的五份 所以現在呢 我們就是單純來比較看看 藍色部分和紅色部分的面積 哪一個比較大 在剛剛的例子裡 我們說 當兩個分數 他的分母不一樣的時候 最好就是想辦法 把他們變成分母相同 在這樣的情況下 分母四和分母八 當然是直接尋找 他們的分母 變成一樣 是最好的方法 四分之三 你的分母要變成八 就表示分母要乘以二 既然分母乘以二 就表示他的每一份都變小了 那當然我們拿的分數 一定要變成 一樣變成兩倍 這樣子才會跟原來的 面積是一樣大小的 四分之三 我們透過等值分數的方法 尋找到 把分子分母都乘以兩倍 就可以尋找到他們的一個 新的分數 也就是新的八分之六 八分之六 就是四分之三的等值分數 這樣就很方便了 八分之六和八分之五 他們的分母既然都一樣 分子越大 當然他的值就會比較大 可是別忘了 八分之六 他是 經過等值分數的轉換之後的結果 八分之六 他原來的分數是四分之三 所以四分之三 就會大於八分之五 這個題目 當然就是 藍色部分 會比較大 好 現在是小朋友動動腦的時間咯 我們來看看第一個題目 奇奇和妙妙他們都有水壺 奇奇的水壺 只能夠裝二分之一公升的水 妙妙的水壺 可以裝十分之七公升的水 想想看 奇奇跟妙妙的水壺 哪一個裝的水會比較多 我們一樣透過等值分數的方式 來比比看 二分之一公升的水壺 跟能夠裝十分之七公升的水壺 哪一個的水壺可以裝比較多的水 也就是說 我們要來比較二分之一和十分之七的大小 我們讓小朋友先來想想看 想到了嗎 我們要比較二分之一跟十分之七的大小 其中呢 二分之一的分母是二 那你要和十分之七做比較 當然就是想辦法 讓二分之一公二分之一 的分母也變成十 也就是說 我們要去找一個二分之一的等值分數 它的等值分數的分母 必須是十 那從二變成十 很容易 就是要變成五倍 那分母變成了五倍 分子當然也要變成五倍 所以變成了五倍之後 二分之一 它的等值分數就是十分之五 所以原本是在比較二分之一 和十分之七 現在就相當於 在比較十分之五 和十分之七 那因為十分之五 比十分之七 來得要小 所以 十分之五 原來的分數 原來的等值分數是二分之一 它當然就比十分之七 來得要小 也就是說 其其它的水壺 能夠裝的水 是比妙妙的來得要小 所以其其的水壺 可以裝比較少的水 妙妙的水壺就可以裝比較多的水 所以答案就是 妙妙的水壺可以裝的比較多 這樣子 小朋友的頭腦 對於等值分數 對於一分母分數的比較 是不是越來越清楚了 接下來我們還是讓小朋友來動動腦 在接下來的題目裡面呢 小朋友呢 先把這個分數的等值分數找出來 然後呢 再來比較兩個分母不同的分數的大小 第一個題目 我們從圖形上面可以看得到 這個圖形原本 是一張紙 然後呢 它藍色的部分佔了其中的二分之一 現在我們再把它對折 讓這張紙變成四等份 那變成了四等份之後呢 從兩等份變成四等份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二分之一的等值分數 就會變成多少 拿對了 分母變成兩倍 分子也要變成兩倍 再一次提醒小朋友 我們來對照圖形 分母變成兩倍 就變成它分出的分數 變多了 變成原來的兩倍多 然後呢 我們要再跟原來的 藍色部分 相同面積的情況下 你的每一等份變小了 所以拿的分數當然就要跟著變多 所以分母變越多份 我要拿走的分數 就必須要越多 所以原來的二分之一 它其實可以得到等值分數是四分之二 所以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做比較 就相當於用四分之二和四分之一做比較 這樣子小朋友應該已經早就算出答案了 答案就是二分之一比四分之一大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題目 第二個題目黃老師就不要帶著大家 逐一的去討論 小朋友先從圖形上面 找出三分之二的等值分數 想想看 從三分之二 要怎麼樣才能夠變成分母為六的等值分數呢 然後如果我們要來比較三分之二和六分之五 最後的結果 又會是什麼 想好了沒 想好了我們就來看答案 三分之二 我們要尋找它的等值分數 從三 原本切成三分到原本切成六分 是必須變成原來的兩倍 你的分母變成原來的兩倍 分子當然就變成兩倍變成四 所以三分之二就變成六分之四 三分之二和六分之五做比較 其實就是六分之四跟六分之五做比較 答案是小於 再來看這個題目 同樣的我們先尋找四分之三的等值分數 然後再來比較看看 四分之三跟十二分之十 到底是哪一個分數會比較大 答案就是 四分之三 化成分母為十二的等值分數就是 十二分之九 也就是分子分母同樣乘以三倍 然後呢十二分之九和十二分之十 當然就是十二分之九小於十二分之十 也就是四分之三小於十二分之十 再來一個題目 五分之三 它的等值分數 分母變成二十 就相當於分子變成多少 變成十二 也就是分子分母同樣都乘以十二 然後再來比較五分之三跟二十分之九的大小 也就是二十分之十二跟二十分之九的大小 小朋友都答對了嗎 再來看一個題目 六分之四 和十八分之十五哪一個大 如果沒有告訴你 要把它找到分母為十八的等值分數 小朋友 你知道 要把六分之四 怎麼樣 找到適合的等值分數 才能夠跟十八分之十五比較大小嗎 沒錯 分母從六變成十八 才是 找到跟十八分之十五相同的分母 的等值分數 六到十八變成三倍 當然四到 分子四也必須要變成三倍 那麼六分之四 當它變成了分母是十八之後 就可以跟十八分之五來比較大小了 最後一個題目 八分之五跟十六分之九 我們要比較它們兩個的大小 就想辦法把八分之五 化成跟十六分之九同樣的分母 所以呢 從八變成十六 就是變成了兩倍 我們的分子 就變成了兩倍 變成了十六分之十 所以八分之五和十六分之九 就是用十六分之十和十六分之九 來做比較 答案就是八分之五比較大 這兩天 我們從不知道等值分數是什麼 到了解等值分數的定義 而且還可以在給另一個分數的情況下 去找到它的等值分數 同時呢 我們也利用等值分數 來進行 一分母分數的比較 那接下來的課程 我們還會應用等值分數的觀念 來進行分數和小數的互換 小朋友 在家防疫 停課不停學 明天 歡迎你繼續來加入我們的課程 我們明天見喔 掰掰